尝试一贯的 以斯兰宝传递 西藏各级教育部门 重视藏语文教学 藏语言文字使用 进入繁荣期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由自民党干事长 伊吹文明和公民党干事长 北侧伊雄率领的 日本执政党代表团 胡锦涛积极评价 当前的中日关系 和两国政党交流 胡锦涛说 近来中日关系 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 两国各级别交往频繁 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 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以及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 也保持着密切沟通与磋商 胡锦涛表示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30周年 又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发展长期稳定 木林友好的中日关系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与日方一道 不断扩大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 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为实现两国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的大目标 一锤文明和北侧一雄赞同胡锦涛对双边关系的评价 并表示 日本执政党和全体国民将努力加强日中人民有益的纽带 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幻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更好地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一锤文明还表示 日本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立场是一贯的 今后也不会改变 北京奥运会是亚洲的盛典 日方预祝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一锤文明还向胡锦涛主席 转交了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亲笔信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安排部署下阶段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发生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中央及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夺取了抗灾救灾和灾货重建的重大胜利 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好 农业稳定发展 工业较快增长 投资增长过快 货币投放过多 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有所缓解 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财政收支状况较好 改革开放继续推进 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较多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这些情况说明 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 会议指出 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 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金融市场动荡 国际粮食 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国内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 使价格总水平仍处于高位 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因素比较多 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仍然存在 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 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掉以轻信 会议强调 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十一届人大一子会议精神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 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特别要把控制物价上涨 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同时密切跟踪经济形势新变化 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会议对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 搞好市场和物价调控 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做好财政和金融工作 保持外贸平稳增长 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做了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在落实上很下功夫 各项工作都要终于部署 明确责任 加强多促检查 要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 权威性和有效性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确保政令畅通 把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 真正落到实处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控中央政策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 4月10号至15号 在湖南调研 他强调 地方党委 人大 政府 政协 换届 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时期大精神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努力以良好的作风 履行好职责 完成好换届时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贺国强先后到长沙湘潭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 走进城市社区 企业学校 来到田间地头 农户家庭 同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贺国强指出 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关系领导班子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微信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成效 从一开始就要十分重视加强作风建设 就要有好作风新形象 贺国强强调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 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坚决反对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 要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 加强调查研究 注重真抓实干 坚决反对心浮气躁 做表面文章 搞形式主义的现象 要增强群众观念 公仆意识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逐利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决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 甚至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班子成员 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之间 要加强沟通 大事讲原则 小事讲风格 切实维护班子团结 努力形成 新旗气顺 风筝 尽足的局面 要带头连结自律 经受住权力 金钱和美色的考验 严格要求配偶 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绝不能把权力变成 谋举私利的工具 贺国强非常重视 县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 作风建设 调研期间 他与县市领导干部进行座谈 他指出 县市领导班子 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职责 要注意吃透上情 把握下情 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 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他语重心长的说 县市领导干部 事务性工作多 一定要减少应酬 挤出时间 沉下心来 多读点书 多思考点问题 不断增强素质 提高水平 贺国强还走访了困难群众 他叮嘱随行的县市领导同志 走上领导岗位后 权力大了 听到的赛阳多了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要谦虚谨慎 越要增进与群众的感情 设身处地 为群众着想 千方百计 为群众排忧劫难 他强调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奖排场 笔阔气等奢靡之风 把有限的资金资源 财力物力 用到促进发展上 用到为群众谋利益上 调研期间 贺国强听取了 湖南省委省政府 和省纪委的工作汇报 对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反腐畅延建设 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他还瞻仰了毛泽东 刘少奇 胡耀邦同志的 雇居和秋收起义就职 看望了部分老同志 和湖南省纪委监察厅 机关干部 国家统计局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初步核算 今年一季度 国民经济保持了 平稳较快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61,491亿元 同比增长10.6% 比上年同期 回落了1.1个百分点 一季度 全国工业生产增速减缓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回落1.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贸易不平衡的状况 有所改善 出口增速 回落6.4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 同比减少49亿美元 经过一季度的努力 各方面政策的 这个效果实施的话 经济增速呢 确实是在减缓 我觉得这个 恰恰就说明 政策的作用在显现 符合了空关调工 要实现的目的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价格总水平 仍处于高位 一季度 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上涨8% 涨幅比上年同期高 5.3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1% 拉动价格总水平 上涨6.8个百分点 为此国家将 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 特别是粮食生产 和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功能 零散制农资金 集中统筹使用 按照项目 投入到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中 确保春耕生产 身后这条水渠 就是去年 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水渠 过去 却由四五个部门进行投入过 却解决不了 农民用水难 用水贵的问题 这条长途达3000米的水渠 是吴湖市建福村的 一条主干水渠 由于是土渠 过去三分之二的水 会白白漏掉 守着水却灌不上地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力量 对它进行大规模投入 没有整合自行的 都是每个部门 每年自制 根据制法案排的 自己年很小 像杀胡椒面式的 全种享用水的时候 无法 感觉到无法政策 持工用水 去年南陵县政府 把水利局等五个科局 对水利投入的资金 整合在一起 共同投入了500万资金 把土渠变成了水泥渠 彻底解决了 今年春耕用水难的问题 过去交易墓上水 现在是十几块 还接一把 据财政部统计 今年春耕前 全国织农资金 整合试点县 已经达到400多个 每个县的社农部门 按照农业项目 进行集中投入 为此各个省还专门 播出专款 加以奖励 今年我们准备财政 拿出整合资金 一个亿资金 引导25个县里 智能资金整合 进一步的提高 粮食胆产和中产 估计今年 粮食的中产 达到590亿斤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